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石头12月29号台湾大选 台湾大选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 最新的民营调查吧 应该是29号 今天赖清德跟美德赢台湾 40.2% 侯友宜是28.2% 他还是领先 他差了11.5% 大概是 这个科匹呢 大概是17% 那从数字的本身的显现呢 就是中间的 还选不定的人呢 这个份额越来越小 那赖清德明确的就给拉开了 这是来自于这个叫什么 自由党民意调查 大家都公认自由党民意调查 相对比较OK 就是说是这么回事 那还有几个其他的不同的民意调查 那有的最小的领先 这个赖清德领先呢 大概4.5% 那我跟大家解释过 这个东西呢 民调这个东西呢 特别是透过 只要你碰上手机 你只要碰上手机 基本上很难说他不参加 第一个 第二个 那在近五年代 十年里面 就是习近平主控的年代 透过高科技来窃取欺诈 这应该是他生存的方式 生存跟制胜的法宝 背信弃义是他制胜的法宝 所以那这个东西变得很正常 国民党完全倒向了共产党 这是有目共睹的故事 那赖清德他们三个人呢 在三十号下午两点钟 台北时间将进行最后一次 这个直接辩论 大概十几家媒体 共同提出自己的看法 那在此之前呢 刚刚进行了第二轮辩论 第二轮辩论 赖清德明显的就是 火炮全开 相当猛 这个应该讲 整个的 整个他的理念政策的一切 和抨击对手本身的故事的 那种利点是非常到位的 那很多人其实对民进党的执政 不是很满意 这是真的 你从九二选举 这个九二 对不起 叫什么 九合一选举当中可以看出来 但是在一个国家的概念中 在中华民国台湾的概念中 那民进党确实是 就按照他们说 这没得选 对不对 没得选 只能选他 那地方在选举当中呢 国民党的地方势力 地方势力跟他的那种 叫黑金政治强霸 按照赖清德说法 他占有很大优势 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 所以如果台湾想生存 那只能选赖清德 他没有什么第二个 九二共识就是出卖中华民国 签了九二共识 中华民国就不复存在了 这是习近平真正期待的 所以习近平真正期待路线 就是不费一枪一足 不是不费一枪一足 是他根本没有能力 展开一枪一足的这种战争式的做法 他只有恐吓的胆量 他只有恐吓的这种手段 他没有实战的能力和他的勇气 跟他生命的定位是在那 因为这个人妒忌心太大 就是极端的妒忌 心胸极端的狭隘 从而促成了他有极端的胆小 因为妒忌跟胆小本身是并驾齐驱的 他没有能力获取自己想梦寐以求的 但是赖哈姆想吃天鹅肉 他又真的想 他什么都想 什么都想 反正没事干 坐在那就想 睁着眼也想 闭着眼也想 闭着眼也想 所以说话也想 不说话也想 那就急死你 类似你小王八高的 北京话说 类似你小王八高的 北京老太太 胡同老太太 你问问这个 这个北新桥 习近平生活的地方 他从小长大 那老太也那么马上 类似你小王八高的 对不对 那你想吧 你瞎想就这么想 瞎想跟瞎想 就是一个 这个声音 音调高低的问题 这是这是大的背景 那这个大的背景之下呢 他又把整个赌注 压在了这个 1月13号的台湾大选 结果他压在 1月13号台湾大选 本身呢 他就同样去 要去借助自己 所谓文明的手段 没什么文明的手段 就是王沪宁 最邪恶的手段 那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 五月 叫五月 这个五月本身呢 是一个这个 叫五月日啊 叫五月什么 叫May Day 应该是 那他是台湾很有名的 一个一家 这个摇滚乐的 五个年轻组合 那结果去威逼他 因为 因为唱歌的嘛 所以他就肯定是 在国内要有所发展 他 他比较获得大的这个 他几乎获得了 在全球范围内 各种的金牌 各种的金牌 包括金唱碟 这些东西都有 所以他出道的时间 蛮有趣的 大家就这么一听 重点我不是在这 他出道的时间 是1999年7月7号 你听清楚了 1999年 真正出道是1997年 大概三十月份 但他得到全球金奖大奖 叫金碟奖 是1999年7月7号 所以人们把那个 把那个日子当成 他出道的日子 7月7啊 不开玩笑 1999年 那是一个特别的年份 那这个出道的概念呢 他却 因为他在台湾很有名 所以他路透社日前 昨天前天 就说中共呢 要挤压他 逼他在这个大选前 要发表声明 支持这个九二共识 所以就这个事 就给挑出来 这一挑破了 还没他没说呢 被路透社给挑破了 一挑破了 那就完了 对不对 所以就就这事就变流产了 所以国台办呢 中共的国台办 只能声明说 他们在胡说 是民进党胡说 所以国台办 中国共产党 要发尽最可能的力量 就是竭尽最可能的 可能与不可能 使出浑身解数 要下架民进党 下架赖清德 那共产党的目标 与国民党跟民众党 是一样的目标 一样的口号 叫做下架民进党 所以台湾人自己想明白了 今天蓝白的共同意愿 是共产党的 这个梦寐以求的夙愿 你选择他 就是埋葬自己 就是把共产党请起来 这是物容置疑的 但民调的本身呢 就整个现实 现场环境的本身呢 对习近平不利 习近平又憋不住 习近平就说话 习近平这一说话就下摆了 真的下摆了 他在12月26号说话 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 我为什么说 他一说话就完蛋 就下摆了 他关键都印在点上了 他一印在点上 这事就爆办了 这真的就爆办了 跟大家分享一段故事 这个 这位姓蔡先生 是很有名的 是很有名的记者 其实他来自于大陆 然后他就引述了习近平 在12月26号 毛泽东的日子 大家记住啊 毛泽东的日子 130年 他去见了毛泽东 我们有期节目 跟大家解释了 他三败毛泽东 2013年12月26号 他见了毛泽东 2019年3月30号 他去见毛泽东 2023年12月30号 他又见了毛泽东 这事 12月26号 又见毛泽东 这事不好办 这事 当年2013年 去见毛泽东 毛泽东120岁 他习近平60岁 两个人都是属蛇的 两个人差了一轮 所以就等于是习近平把自己放在案板上的 但是呢 相生相克的道理 在当时的习近平是完全有机会 真正的完全有机会 相生相克的道理就是说本命年 那是60岁是他大的本命年 所以这是一个背景资料 本命年呢 得系红裤腰带 怕麻烦 但真正有大命运的人呢 可以相生相克逆反 他其实也有这个 也有这个机会 但他没有 2015年 我们跟大家说 他其实有这个机会 结果他当时见完毛泽东之后 隐身过来 后来走到了2019年9月30号 他再去见毛泽东 那是中共建政70年 中共建政 结果他请来了鬼兵 对不对 这个我们重复了很多遍 然后等2023年 他70岁 他再去见毛泽东 这就对头相扣 他建了三回 执政十年 建了三回 第一回是有期待 那第二回就完蛋 请了鬼出来 那等到第三回 就等于给自己定了死命 真的 他就是 习近平就不见 变成习使王朝了 习使王朝已经被他 没起来就被他阉割了 他再退变成 再次回退到 习使中共的 真正的实际的范围之内 习使王朝 为什么这么解释 左手托着佛 右手抓着魔 对吧 不忘初心方德始终 这是左手托着佛 文殊菩萨 那右手抓着魔 他不忘共产党 他横量来横量去呢 面对今天的中共国社会 维持他自己的贪念跟私心 他觉得共产党好使 那你信佛 他不见眼前力 对不对 他看不着啊 你得信 信完之后 你得等着那个 等着这个 背后的佛 去展现他的力量 这个你抓着魔鬼 他现在是烈 他现在要羊威 对我想干嘛干嘛 他绝对能自己获得好处 这就是他的 这不仅是狭隘 就是我跟大家说 他自卑 卑贱 生命的卑贱 生命毫无品质的卑贱 跟自卑 是共产党的牺牲品 所以他反过来 他抓着共产党的一切 去统治这个现实的环境 但是他自己也明白 没有台湾 他狗屁都不是 没有台湾 习近平连个狗屁都数不上 因为他什么都没有 十年下来 除了反腐 反腐是为了能够把共产党扔掉 他没有扔掉共产党 反腐就成为了共产党本身的 一种真正自我毁灭的手段 又成为了毁灭他自己的卑鄙的手段 因为反腐他的基础 是背信弃义 这东西是共产党的 所以被他给拿走了 那党内党外全都恨他 当党内党外全都恨他的时候 他今天唯一要期待的功绩就是 拿下台湾消灭中华民国 但他实在是没跟你说 连狗屁都谈不上 让他打他不可能 他就把共产党 他就把国民党给完了 因为他国民党碰了一个马英九 对不对 那个东西就是更不是个 更不是个提不起来的那么个东西 对吧 就像你甩个鼻子 甩个鼻子 你想给低了起来 他低了不起来 他又黏又脏又没法弄 哎 靠在他身上 这口弹给退 退在他裤子脚上了 那习近平一抬腿 一收腿的都能低了他 所以这国民党就成为了 今天这个角色 他就把所有的赌注 压在了国民党身上 但习近平心态生疑 他不相信任何人 他要亲自出马 结果就在26号这天 在毛泽东130岁 他自己是70岁 在这么一个坑截上 他纪念毛泽东的时候 两条蛇放在一起 他讲了一番话 去威胁了台湾 威胁了台湾 那他威胁台湾大选 就把自己亮相 就是国民党是他孙子 国民党是他走狗 他的背书 基本上就这么个背书 那这个背书 就等于是推动了台湾 向台湾所有选民 证实了一件事情 国民党是为习近平服务的 习是中共服务的 而不是为中华民国服务的 选择了国民党 就出卖了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将不复存在 那道理也蛮简单的 也正是他的操守做法 也就变成了习近平自己呢 很完美的摧毁自己的本身的故事 里面有着很大的一个命令成分在里头 那命令 他逃不出这个命令 台湾大选胜两周超级助选员 习近平被誉为是民进党的超级助选员 26号做出讲话 发出警告 祖国统一是大趋势 民心所向 祖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跟九二共识 深化两岸各领域发展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坚决防止任何人 以任何方式 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那所以台湾媒体人说 习近平是最强的红色助选员 那中共越强硬的表态 民进党就会越增加 最佳的助选员又来了 你们讨厌谁 我们就投票给谁 所以这基本上 这就是对他们定性 中央电视台 国台办 也就抨击了民进党 说民进党是顽固的 这个台独 所以他就把自己 完全就定位在 完全定位在这个位置上 然后里面就列举了 当年蔡英文赢得选举的时候 就是2020年 当时就是中共帮了一把 超级助选员 那他大概解释是这么解释 但这里他忘了一个故事 为什么我说习近平一说话 就瞎不猜了 瞎不猜了 他跟毛泽东都是属蛇的 那都是属蛇的 他今年70岁 毛泽东130岁 毛泽东死活了130岁 两人属蛇的说蛇打七寸 陶哥一直跟大家说蛇的 这个有关所谓的定数定位的问题 我们 这不是开玩笑 这是明打明的东西 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 公民直接选举 直选列表 这是我无意中看到的 直选列表 你知道中华民国什么时候开始直选 就是一人一票 1996年 那这一次大选是什么时候 2024年 加起来差多少年 28年 28年 你说斗根不斗根 蔡英文 是中华民国直选 第七任总统 因为蔡英文连任了两届 第一届是李登辉 第二届是陈水扁当了两届 然后马英九当了两届 蔡英文当了两届 收官了 28年 第七任总统 那投票的日子呢 是2024年 1月13号 1加13 那是14 而2028 2024加起来是8 赖清德 如果获胜 那是第八 就是中华民国第八届 没了 什么意思 终结了 横述 横述都是终结习近平的日子 舍打七寸 这是命理的 无论从天还是年 对不对 我们跟大家说 无论从天还是年 28 14天 28年14天 你这个活死活都灭了它 而这个年份 是未来的年份 八是未来的年份 跟他整个就是习近平就完了 那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大选的本身的命理注定 习是中共将完结 因为习近平所有的十年的一切 当他夺得在中共体制之下 夺得习是王朝以后 所有东西都有了 他发觉他什么都没有 他任何攻击都没有 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要骂他 这个时候他只有拿下台湾 才能给自己贴金 但是呢 怎么透过拿下台湾 对吧 不费一兵一卒 透过国民党 国民合作 国共合作 拿下台湾 国民党愿意替他卖命 就成为了今天的场面 但是在我的眼睛里呢 恰恰就是他的死期 即使中共遭遇天灭 这是天意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